新店董事长张忠谋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健 联电董事长曹新成 这些在半导体产业界 呼风唤雨的一代人物 30年前有个共同根源 他们都出自工研院 那一波的创业风潮 包括联电台积电 很多IC的公司 还有带动一波 电脑相关的创业风潮 从半导体到个人电脑 工研院在1980年代 启动大规模的创业潮 让台湾从劳力米基 转型为技术密集产业 多年来培养了140位CEO 240家企业 累积2万件专利 结果这些产业 现在依然撑起台湾经济一片天 不过工研院董事长蔡清晏 大声疾呼 再次转型的时刻来了 2011到2013 成年19家公司 大概今年明年都会成立10家公司以上 蔡清晏看好台湾在绿能 生意领域潜力最大 新开发的生殖能源丁存技术 有助清洁能源发展 研发工具机的核心控制器 也能加速机器人产业 同时还为创业者开拓资金来源 创业最重要是跟投资者的连结 我们会开一个媒合会 技术资金两大元素具备 就盼为台湾产业再度吹起繁荣的东风 就让这首喜态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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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